视频开始之前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今天收到的一个粉丝礼物 就是这个 一个定制抱枕 这个画面是我以前的头像 其实以前我感觉这个头像挺好看 但是定制的抱枕上面我怎么感觉好奇怪 特别是这个发际线的部分 我的发际线真的危险了吗 然后它的背面 是我小时候 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 那其实这一面就是送往礼物的粉丝 他本人 我可是第一次把粉丝抱在怀里 那么这个礼物我就收下了 非常的感谢你 正好我感觉我的凳子有点矮了 我用它来垫一下 应该挺合适的 不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猫君 最近我看到很多视频博主 在做这个关于锡纸的视频 大多数是把锡纸锤成一个圆球 非常光滑的那种 还有一些就是把锡纸锤成一个锤子 或者是匕首 好奇怪 用锤子锤出来一个锤子 总结了一下 大家基本上都是把锡纸变成一个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那么我们今天来使用逆向思维 我想把锡纸变成一个具有防御性的东西 今天我想把锡纸锤成一个防弹背心 完成之后我们再试一下它的防御效果怎么样 我简直就是个天才 我买来了九卷锡纸 其中一卷是15米 15乘以9等于 15乘以9 我们先用15乘以10等于 150 150再减去15等于135 我简直就是个天才 我们今天就用135米的锡纸来做一个防弹背心 那我是打算把锡纸给它拼成一个长方形 让它们层层叠叠叠的敲在一起 敲得非常紧密 完成之后在这个长方形中间挖一个洞 足够我的头套进去 我的头套进去了之后 我的前面和后面都会有一片锡纸防护盔甲 可能描述的不是太清楚 等下我做出来大家就知道了 那我们开始吧 这才刚开始我就感觉手酸了 等下完成之后 我相信它的防御能力也是相当强的 但说是防弹背心 我们肯定发射不了子弹 所以等一下我们用匕首来试一下 看看匕首能不能刺穿100多米锡纸 做成的防弹背心 继续 好的 现在整个已经铺好了 大概就这么大 这个简单的过程 大概也是花费了我40分钟 接下来就用锤子把它锤得更紧密一点 这个过程我估计要花费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其实我发现这样锤好像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我们把它卷起来再摊开试一下 把它们压紧 这样再垂的话就感觉语温锅了 我现在非常佩服那些把锡纸砸成铁锡 给球的博主 那种视频做完了之后估计右臂要比左臂出几公分吧 继续砸 应该差不多了 虽然是有135米的细致 但是这个厚度我感觉比我想象的还是要薄了点 现在我们把这里开个孔 然后我就可以把它穿在身上了 我的头宽16公分 所以我们挖一个16公分的洞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它不是衣服没有弹性 所以我们挖一个25公分的洞 好的已经做好了 差不多应该可以套进去吧 现在我把我自制的锡纸防弹背心给穿上 这也太傻了吧 如果绷紧的话好像好看一点 效果怎么样 像不像金光闪闪的盔甲 这个时候如果再来一个锡纸制作的头盔 是不是就更完美了 好像下一个视频的题材又出来了 我简直就是个天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这个锡纸防弹仪防穿刺的效果怎么样 虽然我对我自己制作的这个防弹背心有很大的信心 但是为了我下一期视频能够正常的跟出来 我肯定不会是自己穿的做实验了 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用西瓜来代替 我们用我的防弹仪来包住这个西瓜 然后我们用这个匕首来刺进去 兄弟保重 这么不看一击吗 好吧那么我这个用135米锡纸做成的防弹背心 它的观赏性可能大于它的实用性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人问我刀怎么买 我们来看一下西瓜兄怎么样了 啊